好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這個 自訂函數跟資料整理啦 阿這個 我看 就是從這節課開始 就會越來越有挑戰 挑戰就是 挑戰就是說這個 你會開始 開始覺得 這件事情怎麼可能做得到 這個 然後你就會想著說 有沒有一個什麼函數可以把這個事情解決 答案就是沒有 所以 就會開始這個 有一些挑戰了啦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首先 在一開始 我們先學自訂函數 自訂函數是一個 中間 就是 它其實跟後面的課程 連續性沒有那麼高 可是它有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 我們可以把我們寫的程式 把它 由多變少 就是你要引用這一大段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 直接 就用一行解決它 那 就是因為有自訂函數功能 所以有一些很方便的小功能 才會用一行就可以解決 那 你要這樣想 那些函數都是別人寫的 把很複雜的功能打包最後的結果 所以既然別人做得到你也做得到 除非你就是沒有人家聰明 在這邊的人應該都不會覺得自己比人家笨 還是你們都充分的承認自己比人家笨 沒有人 沒有人會 只點頭 怎麼那麼特別 應該 大家 在大學的這個階段應該是目空一切的吧 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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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對現在就對自己有這麼充分的認知咧 這個 好沒有關係啦 我們再來看一下 怎麼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好好聊了 怎麼會那麼特別 好 來這個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一篇到底是 這個 這個函數是什麼 來 這個 我們先直接看 然後我再告訴大家 這樣的語法要怎麼寫 直接看是說 這邊有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裡面 你看看得出來 它就是 有一個x 丟進去 然後 進去之後 它就是 開了根號乘以10 喔 然後這個function 叫做 我們先看結果 結果就是 36變60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 那這個是 就是 通常考試成績 這個出問題的時候 老師很常用來加分的一個函數啦 這樣 就是 大家不及格嘛 好 那可是齁 那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 實際上如果你要打包一個函數的話 你要怎麼寫 好 打包一個函數的話 我們應該通常就是這個樣子 就來說我現在想要開根號乘以10 我一定這樣寫 SQRT 36 乘以10 這是不是標準 我要 我要寫的這個就是 把36分開根號乘以10的一個 標準的樣子 這可以吧 這是最簡單的樣子 好 那 可是我現在希望 這個 36 這個36是可以動的嘛 對不對 舉例來說我現在想看看 那70分 開根號乘以10幾分 好 那我這樣看到是不是83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它是不是一個 我希望它動的一個值 對不對 可以了解吧 我們以往遇到這種事情 像寫回圈什麼 我們是不是把它抽成一個變數 舉例來說我們把它寫成X等於36 好 那這樣子 是不是就 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程式嗎 對吧 好那當然以後 這 這後面可能會很長很長 這個不夠啊 可是 是不是變數就被抽出來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那接著 那接著如果我要把它寫自定函數 我們通常會這樣寫 就是 我們會先給那個自定函數一個名字 假如它是add score 這樣可以吧 好 等於function 小括號 大括號 先把這樣寫好 這樣什麼意思呢 有一個add score 這個function 那 它裡面要做什麼呢 我還沒定義好 可是 它將來會是一個fun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接著 請你把 這個東西貼上來 你就直接貼過來就好了 然後 呃 你可能 你可能 我們先去 然後 它這裡是X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X放到這裡來 這樣可以吧 那甚至你還可以這樣放喔 你可以直接把X等於36放過來 好 然後按wrong 好 接著你X等於 你先打就要40好了 它是不是會給你63 對不對 你甚至還可以不打喔 不打它就會給你60 不打是什麼意思 你這邊有定default value是36 所以你沒有改的時候 那它就是36 你們在上一節課應該有教到這個 讀取資料的函數 read.csb 你應該就有發現 欸 它可以下很多條件 也可以不下那麼多條件 就是因為有default value的存在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費波娜奇速列好了 好 費波娜奇速列 它看起來就是 這就是標準的費波娜奇速列的 這個就是 的這個語法 這個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回圈 大家可能都會做了 好我現在要把它打包成一個函數 我應該怎麼做勒 首先有一個很重要的Variable是他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這樣複製 next sequence.20 那我就把它這個放過來 好 那我就可以把它打包了 那打包要怎麼寫我們的樣 來Fable Notch 好這個 這個好像少了個B吧 Fable Notch 應該是這樣子應該這樣拼 好 那等於 好 function 好打括號 好然後接著 你把這一大串 這一大串放過來 好這樣可以吧 然後 這裡你要放 next sequence 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 next sequence 你可以甚至直接把20放進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按run 好接著你按Fable Notch速列 然後你這邊寫 你這邊 他就直接出20 你這邊改10他就會改10 前10列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齁 好不過 這個時候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來 如果我打3 欸他還是有出來對不對 我打2 欸 他是不是出現一個error Fable Notch速列不能出 長度為2的序列嗎 好像也沒有不行啊 就是1跟1嘛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吧 就是1跟1嘛 好 所以 那可是問題是 這個 呃 使用者 如果我現在問你 如果你站在 你現在不了解Fable Notch 你不了解這個函數的狀況下 你如果看到 你打2 然後你出現這個error 你看到這個error 你覺得他跟Fable Notch速列有什麼關係 你看你直接仔細看這個error 他到底這個error是出現在哪裡 這個error出現在這一行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我們大家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 當I等於2的時候 因為你這邊寫3到2嘛 對不對 那 I減2 那不是就變0了嗎 對不對 那他可以 所以你可以用0嗎 好像不行對不對 好所以你檢查出來 可是問題是你要想 以後 假設你寫了一個函數給user用 這個user 就是你寫給你同學用 那你同學其實 根本沒有興趣了解裡面是怎麼寫的 對不對 你們在用read.csv的時候 你們有了解裡面怎麼寫的嗎 沒有 對不對 你們只覺得 欸好好用喔 就把它用過來對不對 那 所以他看到這個 錯誤 他就會覺得很困擾啊 所以你必須要給他一些額外的提示 對 你要把if else把它寫進去 沒有春獎很好 這個 原來我先把ab拉出來 這個ab拉出來太簡單了 我們就跳過好了 好來 這個 重點是 你需要給他if else 然後你可以跟他講 if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就要這個 就是我們就要怎麼做 來 一樣我們先還原回這個樣子 好 那你現在其實 你現在最 你最開始的時候 你就要先確定 好 好 if 注意我的寫法喔 我每次都這樣寫的喔 我每次都是先這樣喔 我先把這個結構寫出來 然後我再把我想要的東西貼上去 這樣可以嗎 請你務必遵循我的方式寫程式 但是 你到後面一定會 這個一定會覺得這樣寫比較好 不要 不要就是 你腦子裡面想好了 然後把他打出來 你只要是這樣子 等一下 不然我們等一下練習3的時候 大家可以挑戰一下 你真的有辦法做到 腦子裡面先想好 然後就 就把東西打出來嗎 如果這一節課練習3做不到 下一節課練習題 只會更難啊 跟大家保證 好 那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lens 那你就是if lens 小於3 那你就要講點話嘛 對不對 講點話你這邊就可以寫嘛 講什麼話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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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s 需要大於3 然後現在lens這樣寫 然後 else else就是要執行這一串嘛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負責上 這樣可以吧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接著你就可以把這一大串 一起再貼回 這裡 然後 再把這個 let sequence.20 再貼回這裡 好 我們再執行一次 然後 我們再看一次 費波納奇 我們10 他一樣可以表現得很好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打2 他就會提示 他就會跳個提示給你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阿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這個 這個看起來是不是 不太明顯 這是黑字 你覺得紅字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要紅字 這個不是什麼核心函數啦 就是 就是 單純只是 你想要換這個字的顏色阿 什麼之類 你可以把這個 cat改成message 好我們再重新執行一次 好我們再做一次 2 他就會跳紅字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阿如果說 喔 你覺得 前面還必須要有個 error 去提醒他 這是一個 error喔 你可以 你可以在這邊改 stop 再做一次 好 那我們再來 他就跟你講 這是error 然後 error訊息是什麼 這個 必須超過3 這樣是不是就非常非常標準 你就會知道 這是一個error喔 你看到 你看到那個字請你 一定要注意他喔 好這樣可以喔 好那我們 那我們制定函數 大概就講到這裡啦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練習 這個練習 應該不會很難 這一大串是我們 這個 第二 那個第二課 找直數的 那一大串語法 那我現在希望 把你包成一個函數 就是包成這什麼函數勒 就是這個 就是 你現在 maxx 你覺得說你寫這個 1000 他就要把1000以下的直數丟給你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好可是 問題是這個maxx顯然 他不能輸入 某些數字嘛 對不對 假如說他可能 不能輸入2啦 對不對 或者這一大串語法 你自己試一下 小 這一大 這個maxx2 如果出現某些狀況 他其實是 應該要被阻止的 請你在函數裡面 加入這個if else的 這一套用法 好 用這個 用這個簡單的任務 來測試你 你是不是了解自訂函數 好 我們把時間交給你們 好 我看就是 有一些人完成 有一些人沒有啦 不過我 我來教一下 這個比較複雜的這種函數 我們要怎麼把它 解起來好了 好 首先這一大串程式嘛 我們複製 貼上 好 這樣這個應該都可以跑啦 大家都做得到吧 對不對 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嘛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我需要設計一個if else 注意在我寫函數之前 拜託你先設計if else 好不好 你如果不先設計if else的話 等一下函數包起來以後 你就很難改 所以我們現在 看我怎麼寫喔 if 小括號 大括號 else 大括號 請你用我的 請你就是 每次要寫if else的時候 都先把這樣寫出來 之後再來做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 if max 小於 等於2 那我們就給他一些警告嘛 對不對 警告我們可以用 stop 好 max .x must be lager then3 好類似這樣子 else else就是這一大串 全部 少貼一個 全部 複製貼上 全部喔 一定要全部喔 這樣可以嗎 好 我跟大家講 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 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 請你可以嘗試一下 sauce這個功能 先不要急著打包 先嘗試sauce這個功能 sauce就是整段我要做 整段我要做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結果他沒有辦法return 那我們來看這個 呃 3 好 3也可以 然後2 他就會出警告了對不對 好 這樣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那 他沒有出來的原因是因為喔 就是你直接按sauce的話 你這裡需要有printer 就你需要有printer 這樣還可以 好 這樣可以齁 就是如果是50 好 你要有printer 東西出來出來 好 你用sauce可以 檢查 你這一大串語法 到底有沒有問題 啊你確定沒有問題了 你再來打包函數 好 接著你要打包函數的時候 請你 看著我怎麼寫喔 好 就來說find 好 找直數 等於 function 好 小括號 大括號 好先把 這一串寫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先把這一串寫好 然後 直接把maxx這裡 直接放上來 就是變數直接放上來 然後直接把這一大串 全部 放上來 這樣子 你就得到了這一個 函數 好 3 5 5 那沒有問題 1 他就告訴你 這個不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想就是 我想就是這個 直數找尋函數的這個語法 他大概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這麼做好不好 你如果直接 抄的話 就是你直接抄 沒有這個過程的話 這個就是非常困難的 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 其實有很多同學是沒有做出來的 有沒有人對我講的部分有問題的 假如說你 你覺得很奇怪 就是跳得有點太快了 不要害羞喔 趕快舉手喔 沒有人 沒有人等一下那個第二練習的時候 我到你旁邊的時候 你再偷偷跟我講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二節 第二節是合併資料 合併資料啊 是這個就是 上捷克我們整理的這個檔案 這個 我們要再利用他一下 好 這是上捷克的這個語法 好這裡 這個讀檔大家應該都沒有問題了吧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第四課 我是把它放在lesson4的這個 這個裡面 所以 這裡我才需要加lesson4 這樣可以嗎 請你 請你直接用那個monitoring 那個1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直接放在主資料夾下面的話 這樣可以 好 我因為我這個課程準備很久了 就是這樣 好這樣 這個就是 移除duplicate之後 然後他的結果嘛 對不對 這個上捷克 我們就發現這個側站的資料 有時候會有duplicate 好那我們現在 接下來我們可以先把 這一大串 整理成一個自訂函數 那這一大串整理成一個自訂函數 你會發現 就是檔案我常常要換 檔案我常常要換 檔案我常常要換 所以我可以先把 我可以先這樣子 我先把file pass file pass 把它拉出來 然後把file pass放在這裡 這樣子我執行 他一樣可以完成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就是打包這一大串 打包這一大串 來我這裡就直接複製貼上 好 其實就是把這一大串 其實就是這樣 本來是這樣子 然後我把這一大串 放到這裡來 這個file pass 你可以 你有沒有 default value 都可以 你可以這樣貼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你這樣子 run run以後 你就出現一個 data pipeline 這個函數嘛 然後你可以 你就可以很簡單的 得到 data1 clean 然後這樣就是你的結果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那下一個 那你data2 clean很容易也可以拿到喔 好data1 clean是長這樣 data2 clean也很容易可以拿到 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是data1 clean 好這是data2 clean 好注意一下 data1它的時間是5點半 data2它的時間是7點 所以我現在就有點想要把這個 這個 其中的這個就是 呃 我現在就有點想要把這兩個檔案合併嘛 這樣我就可以看到同一個側站 它這個 第一個時間點5點半的時候 數字多少 這個呃就是 呃7點的時候數字多少 那我們這邊要用一個函數叫merge 這是一個核心函數喔 這個是要記的喔 就是這個函數非常好用 這函數做什麼勒 就是 我 左邊的這個 欸這個 Data1這個檔案 它的 Score 是我的index Data2 這個Score 也是我的index 我希望 它的順序顯然是不一致的嘛 對不對 我希望 假如說 呃這邊有沒有 重複的我來看一下 我這邊沒有 好沒關係啦 立農國小 我要把它對到這裡的立農國小 然後把它合併起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函數 Data1 clean Data2 clean 然後by 就是你的那個index column old and true 我們來看一下 好你看人愛國小 在第一個時間點 第一個時間點 它的Value是89 第二個時間點 它的Value是87 這樣我是不是就把兩個Data 把它合併起來了 好 這個大家應該看得懂 我到底在做什麼吧 對不對 那舉例來說南湖國小 它就只有第一個時間點有資料 第二個時間點就沒有資料 好 好那我現在要請大家做一件事情 這個merge這個函數 請大家試到這裡 自己嘗試一下 那我現在需要大家 我希望大家把檔案 合併成這個樣子 那合併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你現在看這個檔案 你覺得乾淨嗎 很髒 髒在哪裡 因為大部分是我不想要的東西 舉例來說 這一個 炭 這個其實我不想要 對不對 我其實只想要 我其實只想要這個就是 啊這個什麼精度尾度 這個都不會改 對不對 那個策戰精度尾度 有可能會改嗎 不可能嗎 對不對 所以我其實只想要這個 這個到底是什麼啊 這是pn2.5的濃度 我只想要看pn2.5的濃度 在每個策戰的結果 所以請你看著這個結果 我最後要變成這個樣子 請你思考一下怎麼做 比較好 這樣可以嗎 然後 你可以 先把它變成一個比較乾淨的檔案在合併 然後這是你要的結果 從這一個練習題開始 我會直接秀出結果 請你試著想一下 怎麼樣的程式嘛 可以產生這樣的一個檔案 他就乾淨多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請你嘗試一下 好這一題 你要把東西減少 我覺得其實這一題 最 所以 討厭大家不是邏輯 是記憶 是你記不記得 要把東西變少 要怎麼做 如果你 記得的話 你就會記得是鎖影 好 為什麼我要在中間設計一個 不是邏輯體啊 你們看我們從頭到尾 設計的都是邏輯體啊 為什麼今天我就要設計記憶體了 因為 等一下有關 就再讓你refresh一下 我 我這個 我跟大家講 這個 我上課已經上非常非常多年 那 這個 所以這個 到下一題以前 到下一個章節以前 這個 有 有加這一題 跟沒有加這一題 那個 等一下成功率會有非常大的差別 好 等一下因為很難 我們今天 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都要來搞最後一題 這樣子 那 所以 這其實在考大家記憶 你要用索影 那索影怎麼用呢 其實 你就是要篩選你要的變數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把data1clean 再變成data1simple 然後 等於 這個 c 你其實只需要 school 你其實只需要school 因為這是你的index嘛 對不對 然後 跟 這個sd sh0 好其實你只需要這兩個變數 這樣可以嗎 你只需要這兩個變數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data1simple 看起來是不是乾淨多了 這樣可以了解嗎 接著 這個data2 data2simple呢 你也可以改 data2simple 我們直接把它複製下來 好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data1simple 跟data2simple 我們全部把它merge起來 這個看起來就乾淨多了 這樣可以了 這題就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太難的技巧 這個 就是 往往 就是 有時候 就是當你遇到很多這個邏輯題的 這個就是連續的邏輯考驗的時候 你就會忽略掉 其實 最簡單的功能就可以實現這個 這樣可以喔 好 那 你如果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你如果需要改color name的時候 你也可以改color name 這個color name 也算是一個核心函數之一 因為畢竟它就是矩陣的一個 就是很經典的一個用法 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 第三題我們 我們 我們來直接看一下 就是 這個我們 這個練習題 它其實就有點像這個 這個就是多面向的考驗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檔案下來下來好了 好你仔細看一下 這個檔案是怎麼記錄的 某某人 他有某某病 某某人有某某病 可是這個樣子好看嗎 真的不好看 我們想看的其實長這樣 A 有CKD 有depression 有DM 有HTN B 有這三種病 沒有這個 我們想看的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 的檔案長這個樣子 好 在我們到下一頁以前 我現在要請大家思考 好 有沒有人可以想一下 有沒有人可以講得出來 如果從這裡到這裡 我們的第一步應該做什麼 如果你可以把 可能會有七八步啊 如果你可以把七八步 現在要design好 當然沒有問題 有沒有人 你們大家仔細思考一下 我給大家時間 你們仔細思考第一步應該做什麼 前後的符號 前後的符號是什麼 前後的符號是什麼 可以打 你的第一步 好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你的第一步 你的第一步就是 你要把ID還是design搞出來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可能是 好 我們先 可是 那我們搞出來要幹什麼 我們 我們搞出來要幹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你是說 data 然後前號ID 是不是 好 你搞出來了 接著咧 好 那我們前號 desease 我們也搞出來了 好 所以 我們到底 我們 我們做這一步 我沒有說你錯喔 我沒有說你錯喔 甚至我可以給你一點 小小的信心 你基本上是對的 只是這一步比較小而已 但是是對的沒有錯 你 確實是要做這件事情沒有錯 有沒有人 想到第一步應該做什麼 啊或者你如果想不到第一步 你覺得應該做些什麼嗎 你不要講第一步好了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樣的資料 轉成這樣的資料 你千萬不要說第一步就是找一個函數 我去Google一下找哪個函數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可以跟大家講應該找不到啦 那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看起來就很難了對不對 來 來 想一下 有什麼事你要做的 我們開放大家可以問 我跟你講 你們一定要想 你們想的話 你們就會 你們如果沒有想的話 等一下我告訴你第一步 1234567 你就是跟著我講而已 用Levels 用Levels 用Levels幹嘛 你要取得 好 我們就用Levels 你說直接就用Levels了吧 對不對 好 好 我幫你們打完兩個Levels了 那我拿到Levels我是要幹嘛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幫他講大聲一點 他講得非常好 他想要有一個Data Frame 他想要產生一個Data Frame 對不對 然後 那你打Levels跟ID 你打Levels你得到的Information是什麼 就是 他有哪些種類 有哪些病 有哪些人 對不對 這兩個人 這兩個資訊對於那個Data Frame 有沒有非常關鍵 關鍵在哪裡 我要知道那個Data Frame 是幾層幾 這樣 我只要我才有辦法填東西啊 如果連他是幾層幾 我都不知道 那我要怎麼填啊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大家再仔細想想一下 我們現在 如果 要把這個轉成這個 我們 首先我們就要知道 他到底是幾層幾 對不對 這樣我才有辦法做 好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來試一件事好了 大家如果覺得 剛剛我這樣子開放性的問法 很困難的話 我們先試著做一件事好不好 好 我們用手動的 我們用手動的 我們這裡要放ID 對不對 是吧 那這裡你已經看到結果了 你看到結果了 這邊要放 CKD Deposition DN跟HTN 對不對 你是想要這樣放 對不對 CKD Depression HDN DN DN HDN 好 類似這樣 對不對 你想要這樣做 對不對 好 那 為什麼你知道這四個 你不能說你看答案是四個 其實你需要的是這個Levels 對不對 你需要的是這個Levels 這樣沒有問題吧 不然我怎麼知道到底有幾種病啊 這個如果難道我要一個一個去數嗎 大概是有點難對不對 好 那現在 我們現在思考一件事喔 我 我現在要問大家 我們先用Excel 我們就用手動來思考 因為你如果手動會思考的話 你程式才有辦法寫的下去 然後我們現在這一格就要填什麼 找一下 我們就先填 我們就先隨便填一個人好了啦 順序對我們來講應該不是很重要啦 對不對 那我們就填N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N 那N這裡我們到底要填True跟False要填什麼 我們是不是要回來這裡找 我們可以篩選他吧 喔原來他有CKD有HDN有Depression對不對 所以 他是不是這樣 True True False True 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做完第一個人對不對 接著咧 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我們再做第二個人好了 第二個人我們就快要修選A好了 A四個都有 所以你是不是看完這裡以後 到這裡A 然後Tru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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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一開始覺得這一題很難 最好的方法 你當然如果像剛剛這兩位同學一樣 第一時間我就有點方向了 我就看得出來好像應該就往這方向做 那這樣你非常聰明 我們覺得你非常棒 不過後面 你要把七個流 所有流程都完成還是很難嗎 對不對 我這個方法應該是 我學生最容易學到的方法 就是 你先想著你手動做要怎麼做 先不要想著寫程式 你先想著手動做要怎麼做 好如果你已經知道手動做是這麼做了 那我們再來想程式要怎麼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 手動做你已經知道 是這麼做了對不對 好 所以你知道 這一個的 它的 Number of role 你覺得應該是多少 就是 哪些 哪些人嗎 哪些人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需要得到 Levels ID 然後去 把這一格給填滿 對不對 那你 這裡要怎麼檢查咧 你需要 篩選了之後去檢查 對不對 啊篩選要怎麼做 篩選可以用索引做 所以其實 這件事情其實是 可以做得到 對不對 你把它用手動做一次 你就知道程式要怎麼寫 而且你就會發現 那其實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小功能 好我們現在來看喔 好來 這邊 是我給大家 這邊是我給大家一些提示 實際上 就是 這一個 語法 只會用到 索引函數 Lens Levels 跟Fall 那還有Data Frame 就是你要產生Data Frame 或是Matrix 這樣子 好 其實都在你的核心函數裡面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一下子你面對到這種 難度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從下一節課開始 會有更多 會更像這樣子的難度的問題 就是你一下子看下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做到的 你只知道這件事很重要 可是你不知道怎麼做到 其實你都試著想一下手動怎麼做 然後 回頭看一下自己的小本本 小本本裡面 可能會有這個 這個 你的核心函數 我跟你講 全部都是用這些都做得出來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步我們已經知道 要先產生 Matrix 這個先產生Matrix的觀念 九九成發表的時候 你們應該就應該要做到啦 對不對 你要產生九九成發表 那首先你要先產生一個Matrix 讓他填動 這樣可以吧 我 因為上捷克不是我上的啦 我問一下 上捷克有人直接 是用內積做出來的嗎 你是直接用內積做的 舉正成發直接成出來 哇 那你是天之聰印啊 對不對 大部分人應該都是先產生九成九的這個 然後再來做吧 他說4沒有到那麼熟 4沒有到那麼熟 直接就用內積搞出來了 哇 這個你數學 你數學16級分啊 這個可能 可能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好不好 這個 我們現在來 那首先反正總之 我們要先產生一個這個 Matrix嘛 對不對 可是在產生Matrix之前 確實我們需要知道 你的Matrix到底是幾乘幾 九九成發表 我們可以一下子上來 就知道他是九成九 可是這個Data你不行嗎 你需要得到這個information 好 注意一件事情 剛剛那個同學有直接講Levels 我覺得很好 他想到Levels 那也許 我不確定你是忽略了還是什麼 Levels他必須要對Factor做才可以 對不對 所以 你要非常注意喔 你一定要先對他變成Factor 才能做Levels 當然很幸運的 這兩個資料看起來 一開始就是Factor 這樣可以吧 有時候你想到Levels 常常會忘記 你必須先把它轉成Factor喔 就是 這件事情請大家一定要記住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可以先 asFactor 先asFactor 這樣會更好一點 這樣會更標準一點 因為你很難去 一個一個去Check 說你每次讀進來 到底是Factor還是文字 所以這兩行是很重要的 好 接著 產生Levels 產生Levels 產生Levels就是 這就是ID嘛 對不對 這個也很重要喔 因為等一下 我要填 我就是要找第一個 第一個人 第二個人 第三個人 第四個人 第五個人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那你也要產生 NSample 因為 NSample 才是我真正關心的事 至少我當下 我現在真正關心的事 是 我要產生那個Matrix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NSample 也很重要 NSample就是Lens 這樣我就可以得到了 好 同樣的你也需要把LevelsDesease跟NDesease把它建構出來 好這個我就直接貼就好了 可是你要知道喔 你最開始一上來 你需要得到的關鍵訊息 是這四個 這四個都是關鍵訊息 你針對這個資料的一個關鍵訊息 你需要先把它萃取出來 那今天這個檔案還非常簡單啊 我還沒有 故意搞出很多干擾你的東西 舉例來說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故意把這個 我也可以故意在這裡 再加一個什麼性別啊 對不對 再加個性別啊 再加個年齡啊 那個性別N當然都是同樣的嘛 對不對 同個人都是同樣的 啊你 叫你Merge過來的時候 然後跟你講說 這裡要插入一個Female 對不對 然後這裡要插一個male 我也可以故意干擾你搞成這個樣子 那我 我這一題我已經 刻意的不干擾你了 因為 我不想要讓你被那些東西干擾到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以後想問題的時候 你一樣 你先把它想成最簡單的狀況 好嗎 後面我就開始干擾你了 就有一些你是要 有一些你是要 有一些你是要把它 呃 視為是某一個level的這個 物件 然後有一些 就是他主要是個人層級的 還是他是什麼層級 主要是他不會動的還是會動的這樣子 好 好 那所以你這四個 這四個都是很重要的key喔 好那接著你就可以產生matrix了嘛 matrix這個函數 來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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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值我們先隨便填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在填九尾層發表的時候 應該也是先隨便填個值嘛 對不對 然後再一個一個取代 來 number of row就是nsample 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你在做Excel的時候 你大概 這個檔案 你大概就知道這邊就是nsample嘛 對不對 那這邊 應該要nsample加1 因為要多一個ID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這個樣做應該沒有問題 就會產生個new data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new data 這個new data現在就是 0 0 全部都0 然後這裡是 5乘 24乘5 24乘5 這樣可以嗎 好接著 為了簡單你可以把colournance給填進去 所以這個levels disease 其實他本來就是12344個病了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直接填 我可以C 把ID跟levels disease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一起丟給colournance 這樣可以嗎 好 我現在第一次面對這種問題 有大多都還是在示範 就是 我希望你是可以follow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去把問題一個一個思考 就是把問題拆解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接下來 你需要的是什麼 你需要的是 你其實可以去填入第一個ID 對不對 這個ID是什麼 其實你已經知道了 就是levels sample 對不對 levels sample就是一個 你就是按照順序一個一個填進去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說 你可以把第一個colourn 直接全部都填入 levels sample 這樣子你的new data 就已經越來越像樣了喔 已經越來越像樣了喔 這樣可以 你現在只需要知道這邊是true跟false了嗎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到此為止 不是 是不是剛剛我的 level sample nsample level 全部都用到了 每個都用到了喔 然後我已經產生一個 basedline 的new data 接著我要填字了 對不對 好 再回到我們這個過程 我們到底是怎麼做的 注意喔 我現在要填第一個 n的時候 我做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做了 做了一個session 對不對 我把n把它抓出來 對不對 然後看著這些去填這個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把原始的這個data 原始的這個data 先把 某一個人把它篩選出來 這樣可以嗎 那我要怎麼篩選 顯然我是要對roll做索引對不對 看得出來吧 我是要對roll做索引 我不是要對roll做索引喔 所以我已經在豆點的左邊打 對不對 我要打什麼 data裡面的 第一個roll 他等於等於 好 我們就用A好了 這樣可以嗎 我們就用A 欸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 這是不是就是我剛剛Excel做的操作 這個你理論上 這一 這一場層次碼你應該也是打得出來了 只是你不見得想的到而已 好 好 那有個問題 這個A 這個A 可以做回圈嗎 顯然不行嗎 對不對 那這個A在哪裡 這個A一定是在level sample裡面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我們現在把A改成 level sample 1 這樣可以嗎 這樣這個1就可以 這個 這樣子這個其實跟A意思是一樣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接著 我如果要做回圈的時候 我是不是會喜歡把I給他抽出來 I等於1 然後 我把這裡改成I 這是不是做回圈的一個很標準的一個操作 好 所以 知道我是怎麼一步一步想過來的喔 先寫A 因為你剛剛在Excel裡面就這麼做嘛 對不對 再把A換成一個 可以動的一個 東西 那就是levels裡面的第一個 你為什麼選A 那是第一個嗎 對不對 接著 把E抽出來變成I 這樣等一下你才可以做回圈 好接著 這一組data我們全部都想要嗎 其實沒有 因為ID其實這個information不重要 我只想要delese 我只想要delese那個欄位對不對 我其實想看的只有第二個欄位對不對 所以我想要的只有這些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我想要的其實只有這些 好 這些是什麼 所有A有的疾病 這樣可以嗎 所有A有的疾病 那 我是要比較什麼 我要比較其實是 levels disease 這些是 所有人從共有的疾病 就是這四種疾病 這四種疾病有沒有出現在 後面這裡 這就代表這四種疾病都有出現在後面這裡 那你如果 好 這個東西 你可以一起把它打包到左邊 填到哪裡勒 data 1 你這邊可以寫-1 他只是第一格不要填而已 好我們先把它全部執行一次 看一下我們的data 欸 為什麼不行 我確定一下喔 欸 發生什麼事情 我弄錯了 是new data 不是data 這樣可以嗎 我弄錯了 好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new data 這裡是不是被我填進去了 這裡是不是被我填進去了 不過當然這裡1你要小心喔 這個1你要給他i 這樣可以嗎 我故意 我故意一開始不是打i的啦 這個 因為我要讓你就是更容易更直覺的去了解 他就是長這樣子 這樣可以 好 那我i1-2再做一次 好你看這裡是不是被填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 我這邊大概就是在重複這個過程啊 就全部到這裡為止了嗎 對不對 好 任期題來了 好 請你試著 我剛剛雖然上課講了一次 我只是告訴你整個流程 我希望你 試著 不要用貼的 試著不要用貼的 因為這些程式嘛 你其實全部都知道 你現在眼睛在看似我所有的程式嘛 你在看似我所有的程式嘛 這些程式沒有一個 這些 這些核心函數沒有一個你不認識 你應該全部認識 我們現在就直接清點 來 as factor 這個你要不要打還隨便的 你不想打就算了 對不對 Levels Levels 寫下來 Levels我要用 Length我要用 對不對 然後 Matrix我要用 ColorLength我要用 總共就四個嘛 對不對 然後 你會需要用到4 因為這裡要用到4回圈 對不對 好總共就五個東西 把它寫下來 寫在紙上面 等一下 請你獨立完成它 你已經看到怎麼解了喔 請你試著獨立完成它 然後最後包成一個回圈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把時間交給你 好我們 如果 如果你已經做到這一步的話 那大概就是 比較難的是你怎麼樣 在沒有外力幫助之下 打到這裡 如果你已經打到這裡 要做4回圈 其實沒有很難 就是4 注意我的打法 我每次都這樣打喔 好不好 然後 你這邊可以打 這個 idx等於1到 Length 好這個 不用Length 就是 NSample 就是NSample 好然後這裡 i in idx 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是最標準的打法 我每次都這樣打的 這個 就是 希望你是按照我的打程式的順序這樣打的 不是 不是真的這樣子按照這樣打下來 這樣打其實非常非常困難 好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是 先做一下今天的小節 然後你們想下課就可以下課了 呃 就是 今天你們第一次面對到像練習3這種問題 這個之後大概會連續出現非常非常多次啦 至少還有五六個這樣的難題等著你們 好 而且今天還算是最簡單的 啊不過大家不要被嚇到 這個 呃 關鍵 他用的程式碼都是那幾個而已啦 就是那那五六個 反正二十個以內嘛 那關鍵是你怎麼樣把問題做拆解 這件事情需要學習 你第一次遇到覺得很難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 你們的學長姐大多在上到第八課的時候回頭看這些題目都會覺得突然就覺得很簡單 因為他們已經熟悉這些技巧了 所以你們一下子遇到一些困難 這個不要覺得這個沮喪 啊不過那個學習寫程式齁 就是如果你真的學的就是 你就是需要比較多時間 沒有辦法只靠上課就學會 我跟他講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這個 這個我 我好像也沒遇過幾個學生 就單純上課就學會所有程式碼 沒有遇過幾個啦 那 大部分的人 就是要回去遇習加複習 遇習什麼遇習勒 我跟他講從今天開始你可以遇習了 之前真的是不需要遇習 遇習只需要做一件事 把所有上課的程式碼 從頭貼到尾一次 不要看內容喔 不用看內容 就是貼 貼了之後看結果 你只是要先了解這一大段程式碼 他的output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遇習貼程式碼 不會花你超過20分鐘 你就是貼而已 把上課講義全部貼過一次 也不要去思考裡面的邏輯 不用 不用思考 因為用聽的比較容易 就是老師講的時候比較容易 當然就先貼過一次 至少老師在講這段的時候 你知道這段到底在講什麼 這會有幫助 接下來上課 上課當然我就會講很仔細嘛 對不對 包括我怎麼打程式碼之類的 我都會講很仔細 下課的時候 然後回去看一下前練習題 你是不是真的會做 會做指標就是 你可以往前貼所有的程式碼 可是不能直接貼答案 那你是不是做得出來 如果做得出來 恭喜你 怕死了 如果做不出來 偷偷看一下答案沒有關係 或是看一下上課我怎麼講的 就看答案 做完之後 那那個這樣子 會不算真的會 過兩三天之後再做一次 即使你已經知道怎麼解了 就是有點像你在解數學證明題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步驟就是一二三四五 可是你是不是可以完整的寫完 做到了 恭喜你就會了 這題不用再管 不要欠債 就到第八課以前不要欠債 欠債就是 你明明就 你中間就是有幾個練習題 你其實做不出來 那 然後你其實是 隔了兩三天 即使你已經知道怎麼解 還是做不出來 這樣子後面你會越來越困難 這樣子這個課是有遞進性的 好大概 複習通常會花掉你 有快有慢 有時候有些人一個小時 有些人會花到三個小時的時間 差不多可能會需要這樣的量 那這樣子做的話 至少持續到第八課結束 我覺得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那大概我們程式的課 大概就交到這裡 然後我們再給大家練習時間 那你可以下課就想下課就下課